喂 连长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要不然 我们得牺牲多少同志了 哪有 是徐书记的枪法打得好 他的手榴弹 确实比一般人扔得远 没 我小时候啊 身体挺弱的 后来参军倒不对 使得咱怎么扔也扔不远 时间长了 也不知道怎么就越扔越远 越扔越准了 我也是 十六岁之前 我就是个放牛娃 我记得 第一次参加战斗 我们连长给我发了三发子弹 一场战影下来 我一个也没打着 我们连长还说 就你会浪费子弹 到后来仗打多了 也就越打越准了 没事你就吹吧 没准以后就没机会喽 你小子阴阳怪气的 你什么意思你 没事你就瞇着 懒得搭了你 身体再好肌肉再结实 那还不是一颗子弹的事 一颗子弹也好 一个手榴弹也罢了 不像某些人 打得都是中国人 还越扔越远 越扔越准了 那还不是拿中国人练的手啊 你想干啥 整事是吧 怎么着 不用气啊 出一单条 懒得搭了你 你还真以为我怕你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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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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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打够了没有 兄弟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该怎么做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对啊 你看这徐出去都会说 是不是 大哥 你小子怎么就不开窍了 我就知道你要批评我 坐 这次任务 真是难为你了 徐书记 毕竟是杀父之仇 还真是我 我估计 我比你表现得还强烈 书记 我是老党员 党的距离我清楚 可 可我一看见他们我就 我就想起了我爹 有时候啊 我这个臭脾气就是控制不住 你这男人啊 要是连自己的脾气都控制不住 那还怎么能成事 我也没想成啥事 然后什么 然后 找个老婆 生点娃娃 坐着热炕头 多美啊 你这还不叫想成事啊 可老婆还在热炕头 也不是小事啊 别说你了 我家里啊 还有两个女人想着我呢 啊 两个女人啊 我娘和我妹妹啊 你小子 你想什么呢 你小子可以啊 还知道自我反省呢 还是粉呃 你看他 你就了个结子 这种脏计划 我爹 就是个 跳担子给人剃头的 那是没钱没事 林自谦 他结果留下一副剃头弹子 还有两句话 什么话 第一句是 人在江湖 都试试小心 还一句是 天上 不可能白白地掉了馅饼 看见你知道这两句 全是你爹教的 反正吐巴路是够阴的 小心点没错 喂 连长 徐主席来了 说不好 我想 只会越来越猛烈吧 不过没关系 只要咱们坚持到天黑 就有办法突围出去 看来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看来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我说 你们家那王大队长 是不是跟我们国军有仇啊 从何说起 那他眼里为什么老容不下我们国军 什么容下容不下的 现在 我们两党携手靠 对啊 你看人徐主席说得多好 你以后对人家客气点啊 顺便的啊 其实 我挺喜欢他那泡沫皮子 哪叫一个 痛快 吃点汗呢 这要是放在平时不打仗 说不定真能成为好兄弟 咱们现在 不是一个战壕里的好兄弟吗 对啊 还不赶紧去 跟这儿聊聊天 交交心 去呀 咱们吊儿荡荡的一样 王大队长 大枪的啊 怎么 动手 还是动嘴呀 动嘴 不过没带酒 不好意思啊 等突围出去 咱们好好喝两口 到时我做动 咱们那个不醉不归 来 我说王大队长 咱们突出去之后 你考虑考虑啊 你考虑一下 假如我们国军得了 凭你现在的职务 还有本事 在我们那儿弄一个 上校团长 不是问题 少来这一套 别说是上校团长 就是你战区司令的宝座 我都不稀罕 话说得好 有志气 哈哈哈 有志气